一步影响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百代谈兵之组 一步享誉世界军事理论界的中华兵书瑰宝 孙子兵法究竟只是神机妙算的兵家韬略 还是放之四海而极准的普遍真理 穿越人类两千年的战争黑洞 今天的我们将如何学习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为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所著 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 《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 思想内涵丰富 逻辑缜密严谨 自问世以来 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曾被意为多种文字 在世界上广为传播 成为相遇世界的兵学经典 在今天生活中 《孙子兵法》被广泛研究 和应用其他领域 那么我们现代人 又将如何来学习孙子兵法 使他能够发挥新的价值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讲一门古老的哲学 《孙子兵法》 知识决定命用 学习成就未来 所以我们探讨一门古老的智慧 对我们未来的人生 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在中国的冲秋战国时代 有一本书 迄今为止 几千次的再版 在明街 在政府 在社会各个组织 必广泛的应用和学习 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让我们了解一下 亚马逊书屋 对这本书的概括 亚马逊书屋 在1999年 介绍《孙子兵法》 这本书的时候 他这样说 如果一个人 一生 你只读一本书 那么 我向你介绍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 已经和格拉西安的智慧书 和马基亚维里的 《君王龙》 在西方并成为 三大制胜和成功的宝典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在总结他人生成功的经验时候 他说 我就是读了智慧书 使我的品德修养高尚 我是读了《君王龙》 如何治理和管理一个团队 我是读了《孙子兵法》 使我们如何在国际的 敬送中 立于不败之地 《孙子兵法》 在2500年的历史中 在冲秋战国时代 就根据韩非子的一本五著说 藏松武之书者 家有之 就是当时刻在主解上 已经广泛 比人们应用的一本书 广泛在家庭里边 乐意读的书 就是《孙子兵法》 在我们中国1972年出土的 马王堆汉墓中 成功地挖掘出了 《孙子兵法》和《孙兵兵法》的 主解 从而印证了 韩非子所说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一本书 这么畅销 经就不衰呢 原来 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 指导了人们的竞争 指导了人们取胜 指导了人们在任何环境中 取得胜利 所以他一直经就而不衰 明朝的孙野兴说过 且孙子者 孙子不宜 后孙子者不能依孙子 就是在孙武子之前 所有的书阐述介绍兵法和战略的时候 孙子都已经把他本书内容都总结了 那么 在后期 在以后 谈到战略和竞争的时候 就不能遗忘孙武子 在这几千年以来 在中国 曾经有十三位大家 为孙子兵法做著 当然最著名的就是 东汉末年曹操 为孙子兵法做得住 曹操既作为一个 君寺世界家 又作为一个君寺理论家 为这本书做著 而且内容非常经典 重求战国到现在 历代的将帅 都把他奉为至胜的宝典 和人生成功的 贝贝之书 这本书并不像人们所说的 三十六计一样 告诉人们 这一计怎么用 那一计如何取胜 它告诉人们是一种 至胜的哲学 这本书中 让人们如何 知彼知己 百战百胜 如何不战而去人之兵 这么样一种理念 那么请让我们 先来看看它的第一篇 宋子兵法的第一篇 是讲述如何在作战之前 要计算自己的实力 和计算自己的国力的 一种根本的思想 兵者国之大事 始生之地从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古经子以武士而索其情 一月道 二月天 三月地 四月降 五月法 道者令明与上同意 也可以自私 可以至僧而不为为也 将者致性仍用也也 法者取之 官道主用也 这些理论 都是在不同的角度中 阐述了 如何治理国家 如何统帅军队 如何在一个团队中 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 如何修道而保法 使自己的团队 成为一个优秀的团队 打造一支精兵强将 在社会的任何场合 立于不败之地 大家知道 为了阐述 松子兵法这些思想 在我们中国 就有四千五百多种书 来介绍松子兵法的 有介绍松子兵法 如何炒股票的 有介绍松子兵法 如何谈恋爱的 有松子兵法 如何经商的 四千五百多种 日本呢 有三千多种书 介绍松子兵法的应用 而且在公元六世纪 松子兵法传到日本的时候 就有人以风铃火山 为此建立了军事乐校 来培养幕府时代的作战乐者 在我们中国的台湾 有一千多种书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种类 来介绍松子兵法 松子兵法在十七世纪 传到了法国 传到了欧洲 成为欧洲人们 非常喜欢的一本竞争的书 现在成为世界各大 主要军事乐校的一本教科书 前段时间呢 我去了西点 在西点中校和他们将官 谈起来 这本书 他们觉得 哦 这本书确实是 从军事理论学的角度度 阐述了在历代的战争中 如何利于不败之地的方法 1966年 英国的中名元帅 蒙哥马利 第二次访问中国 会接毛泽东的时候 蒙哥马利说 我建议把松子兵法 把书用于 世界各军事乐校的教科书之中 那为什么 一个在沙漠中 非常勇冠三军的元帅 仍然推崇这一本小册子呢 松子兵法 总共六千零七十九个字 十三篇小文章 也就是用现在的A四字来打印的话 十三页就可以把它打印出来了 为什么有七八千种类的书 来阐述他的思想呢 主要是 在历朝历代中 人们学习这本书 垫定了他借功利业 造就违业的一本 精彩的书 这个也是我们广泛上谈他的原因 从历朝历代的将帅 到今天我们的军事家 和我的老师吴如松学生 我的老师吴如松学生呢 是阐述松子兵法 和研究松子兵法 非常杰出的人才 也是松子兵法的泰斗式的人物 所以我们希望松子兵法能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 在最近几年中 我所加入的中国松子兵法研究会 每两年在中国召开一次国际的松子兵法研讨会 就是要把这门优良的学梦 阐述给社会 介绍给大家 我们知道有副队连这样说的 能攻兴 则反侧自消 自古之兵 非好战 不省事及宽野兼物 后来治属 要生思 这就是说 在治国理念而言 一定要 总确的掌握战略 使自己丰富智慧 特别是丰富冰雪的智慧 成为一个在人类各个行业竞争中的强者 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脱离今天竞争激烈的社会 为什么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让人们喜欢读这本古老的书呢 这本书阐述了在竞争中取胜的精髓思想 阐述了从治国中如何宣和民意 如何能符合思代潮流 如何能信任将帅 从而使国家强大和发展 从此兵法概括为四个字来说 是知 觉 先 善 知就是广泛的要知道你所处的环境 而且你还要知道你所处的国家 同时还要知道你的竞争对手如何 在《松子兵法》中二十多次提到了知字 知和古代的智慧的智是通假的 就是既要有智慧又要有智慧 只有饱含智慧的人才能为社会借功利业 从此又谈到了瘸 瘸就是说如果你用兵打破一个国家 你把它打败了撒得伤痕遍野 这样不是善者善者 应该全部夺取他 全部取得胜利 也就是不战而去人自兵的全胜思想 这样才是最好的 先就是一定要先了解敌人 先完善自己 先利于自己的不败之地 使自己的人生充满着一种智慧的思想 我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头一次接触松子兵法的 松子兵法的第三篇《蒙公》 在我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上 把这本书写了进去 当时我上这本课的时候 并没有太多的感受 就觉得它非常有哲理 有哲学的思想 我就把它背会了 后来到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我到北京上大学 接触了松子兵法研究会的几个人 我觉得它们饱含智慧的谈吐 和饱含哲理的思想 以及人生的成功 让我由衷的佩服 我开始苦心攻读这本书了 我一直读了它几百遍 也许有上千遍 好多的段落我可以把它背下来 为此我还是认为不足 我又陆续了 陆续读了好多 人们对松子兵法阐述和介绍的书 力图从这门古老的智慧中 挖掘出人生发展的真谛 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人生辉煌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使自己的生活充满乐趣 从而充满幸福地走过自己的人生 那么在七十亿人口的地球上 这么竞争的社会中 如果你没有一本竞争的哲学 如果你没有一个统帅思想的理念 那么你就像大海上 茫茫行走的船中的